很多演艺明星出名的原因 要么是唱过经典歌曲 要么是演过爆火影视剧 这都算是正规途径收获名利 但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位女明星 她的成名却既不是因为歌曲 也不是因为影视剧 而是因为购物 说到这里 大家一定很好奇她是谁 别着急 接下来我们就来 就一起了解下这位因购物而出名的女星 乔佑 前不久 有媒体传出关于乔佑的近况 据悉 41岁的知名歌手蔡佳麟 7月在台中会孙堂举行的 爱宁幸福工艺演唱会上 台语天王蔡小虎与南台购物天后乔佑 惊喜现身记者会 分别送上苦茶与蜂蜜 并为其加油打气 期间有媒体问到 购物天后乔佑的近况 她自己透露 最近都在接活动演唱 一旁的蔡佳麟补充说道 她活动多到都接不过来了 蔡小虎又接着说 这个月应该有超过100场的演出 频繁的在活动上接唱 也让这位购物天后完全变成了职业歌手 媒体们纷纷夸她赚到大钱了 乔佑本人有些害羞 面对记者的夸赞开玩笑说 自己已经变成妙婆 也是刚好这个月很多神明生日 所以活动就比较多 但现在是旺季 不过冬天的时候也是很淡啦 通过这段新闻可以看出乔佑如今过的还不错 但是她自从出道以来也经历过许多波折 乔佑本名王乔佑 于1975年9月11日出生 是台南市郁锦去任 台湾著名的闽南云女歌手 现为豪记唱片旗下艺人 2007年至2014年 先后在电视台主持购物及歌唱节目 这段期间就已累积了不少的忠实歌名 因出生在台南郁锦 家里又以种植芒果为业 媒体还戏称她为芒果公主 2015年的时候加盟了豪记唱片 并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思念的梦》 接着又于2016年初和年底 各推出了《思念的海岸》 《女人的一生》两张专辑 开始走后 在歌唱圈中的她以浑厚嗓音 带有演唱风歌的独特唱腔而著名 而关于她购物天后称号的由来 则是源于她在电视上的卖货经理 从南台湾兴急卫视的快乐歌声节目开始 历经不同电视台 曾创下过八年缔造五亿元的销售夹记 至今人无人能超越 相传 乔佑还曾有20分钟内 一口气卖出500组女性运动内衣的记录 作为一名歌手 却在销售圈里如此如鱼得水 让人忍俊不惊的同时 也佩服她的好口才 事业之外的乔佑与朱根亮 还有过一段令人称道的缘分 据悉乔佑曾透露多年前自己还是唱片公司签约歌手的时候 当时与许多男歌手对唱 唯一没推出的对唱情歌 就是与朱根亮的千K奈 结果后来朱根亮因出国深造而未能推出 此后两人便断了联系 直到2010年朱根亮付出 也曾试图找她重新录音 奈何两人仍然联系不少 该许只好找另一位女歌手对唱 但朱根亮仍以当年乔佑唱的版本来要求对唱女歌手唱出感觉 终于到后来时隔20年后 两人在一档节目上欣喜相逢 让人见面百感交集 朱根亮在节目上说 折腾了这么久终于在相逢 胡等20年身材一点都没变 还是这么会唱 你要红了 小佑则说 过别20年再度与朱根亮重逢 就如同专辑名思念的梦 而今这份思念终于圆蒙 而有趣的是 当时在节目中 乔佑造型也巧合的有着刘海发型 与朱根亮发型极为相似 两人碰面 互视大笑 直说很有默契 这一段20年未见的缘分 算是乔佑人生中不可多得的趣事之一了 别看乔佑的事业一直很顺利 他曾经在多个活动之间转场的时候 还曾因为太赶而出过车祸 这起车祸让他的500万名乘打滑撞上路肩 安全气囊全都爆开 让他至今回想起来都心有余悸 之前有媒体曾报道 乔佑在受访时透露 因为那时候的商业邀约全部满档 最高记录曾经一个月跑满了30场 北 中 南都有他跑活动的影子 还创下一天连赶4场的记录 因为时间很紧张 赶场途中难免堵车什么的 甚至连粉丝都帮忙开道接送 然而谁也想不到 有天结束在北部工作时 由特助开车南下 据乔佑回忆 事发时是晚上10点多 高速公路车子还是蛮多的 但因为下雨车子打滑 才会发生车祸 索性特助临危不乱 在冷静的判断后 先是撞上路肩减缓速度 之后在高速公路打滑好几圈才得以停下来 索性没有波及到其他人的车 因为出现本车之外的损坏 将伤害降到了最低 乔佑称虽然安全气囊爆开 但他并未受伤 只有大腿瘀青 还表示 应该是我接了很多庙会活动 车上放了很多护身符 或许冥冥之中真的有神明保佑吧 最终花了70万元修车 不过他经历这次车祸 意识到奔波赶场太过危险 因此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安排假期 让身心都好好休息 如今的乔佑在继续演唱事业的同时 还经营着副业 看似事业发展得很好 其实不然 因为疫情的冲击 乔佑本来安排好的商业活动 被迫退掉了40多场 更惨的是 他所经营的副业手机配件店 过年前先囤货 避免中国封城断货 却面临没客人上门 蜡烛两头烧 攻击15家分店的租金 人事 水电 一个月就烧掉350万元 只能忍痛关掉8家分店直血 换算下来 两个月惨赔700800万元 转眼成了此次疫情下的贫困库 不过 对此 他反而很乐观 并没有消沉和低迷 他大度的向媒体表示 近6年以来 自己几乎没休过假 刚好趁这个机会 换个新进 好好调养身体 而曾在施工奇案中 出演秦公公的本土剧演员 黄仲玉 二月至今也被退了四场 于是 商演被频频削减的他们 日前曾开心相遇到台南 柳营运动靶场三星 希望轰走不如意 疗愈自己的郁门心情 乔友还对媒体表示 没有钱赚 来发泄一下 他原本就是台南 社机协会的会员 过去可是百发百中 不过太久没练习 竟然有好几发托把 很不满意 要继续努力 他还说 一时没钱不要紧 再赚就肯定会有的 乔佑也透露了 自己疫情期间的生活 说 疫情吃紧 也不敢外出跟朋友聚餐 不是关在家里 划手机追剧 就是开直播 唱唱歌给粉丝听 也会到户外人少的地方走走 帮帮母亲整理芒果园 趁空档筹划下 开芒果冰店的事情 期待疫情赶快过去 不过 乔佑因为唱歌 曾发生过一件 不愉快的事情 据悉 他曾在保姆车内 值班直播演唱会 并开放粉丝点歌 吸引了数千米粉丝 上线抢听 其料 连行好好戴着口罩 他却突然摘掉口罩说 我真的很想拿下来 该行为瞬间热来争议 他对此解释说 疫情期间 想说与粉丝多互动 因为在车上有卡拉伴唱装置 宜儿坐在保姆车的后座 与驾驶有间隔距离的 在车上直播 他提到过程当中 都有戴着口罩 看到粉丝留言建议 脱掉口罩唱歌 才会拿下口罩 最终乔佑还是做了郑重道歉 宜儿一时不察的摘下口罩 对此疏忽 深感抱歉 以后我会时刻注意提醒自己 敬祝大家平安健康 关于前面提到的保姆车 当时乔佑刚买的时候 也曾令无数粉丝大开眼界 据媒体报道 乔佑之所以会买下这台保姆车 是因为三年前演出邀约 接连不断 忙起来 曾经有过一个月超过30场 北中南到处跑 甚至还经常一天塞三四场 导致没时间休息的情况发生 对此他还说 有时候真的唱到谎神 在台上忘记自己在唱歌 不过乔佑也表示 一开始面对高昂的车架 他本也觉得用租的就好 但后来考量到长期下来 也是一笔极大的费用 所以权衡之下 最后还是决定直接买一台新的油 在一次采访中 乔佑带大家参观了他顶级保姆车 车内设有隐藏式山发床 小型更衣室 桌子卡拉OK 甚至还装配了 有如飞机头等舱的顶级座椅 有次乔佑坐在该椅子上直播时 粉丝们都曾误认踏实在飞机上 乔佑的一生相较于其他明星 或许要顺畅一些 但其中缺折肯定还是要比我们想象中的多 现在的他主业和副业同步进行 相信也是付出了许多精力在其中 是啊 为了自己能拥有更好的生活 谁不想努力呢 希望乔佑女士在疫情过后 事业能够恢复到正轨过得更快乐一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他了